新冠肺炎在欧美国家加剧蔓延 单单在昨天 美国又确认了四宗死亡病例 让美国整体的死亡病例增加到了六人 而且全部都来自华盛顿州金县的同一家医院 平均年龄呢 平均都是50岁以上的这个年长者 目前呢 新冠肺炎已经扩散到美国十个州 确诊病例达到96人 虽然疫情日益严重 但总统特朗普依然对美国的防疫工作充满信心 虽然新冠肺炎持续在美国蔓延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他对国家境内的防疫工作感到满意 同时赞扬医务人员的努力 作为世界强国 特朗普相信 美国可能很快就能研发出疫苗 我们有一个大会议 与最大的公司 其实是最能力的公司 希望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公司 当时关注医务和疫苗 因为我们谈论疫苗 可能是一个病毒 可能是一个病毒 所以我们会看到 虽然有总统大派定心丸 但似乎还是无法安抚人民的恐慌 在纽约 依然有许多民众到超市 抢购生活用品囤货 有人认为 只要不过于慌张 做足充分准备 还是有必要的 所以你会得到最重要的药 空气 我感觉人们好像很惹怒 我最初的事 我最初的事 是洗手机 而没有 另外 有两名早前在钻石公主号 感染新冠肺炎的美国病患 昨天也正式痊愈出院 由于不允许跟别人握手 他们只好换一个方式 跟现场的认识互动 我们不允许可以 在分享自己经历的一切时 他们也不忘感谢 医务人员无微不至的照顾